小英雄睡醒 你掛口罩啊 掛口罩 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 理事先生 在這一次第三屆 第五次定期大會 在開議之前 市政報告 特別先就 我們這段時間調整的主管 來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說明跟介紹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新任的副市長 原有的吳明基副市長 調檢公司當董事長 新任的是由我們 副市長接任副市長 由劉和然當副市長 今天和然因為沒有列席會議 我先簡單介紹 他也是也擔過 我們新北市的教育局長 環保局長 也擔過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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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也一樣 就是我們的觀光旅遊局的局長 張祈強 調生 顧密師長 他也是我們新聞局 管理局 當過兩個局長 那這次議會 沒有人到他 到議會 那最重要的主管的調任 我在這裡特別跟各位介紹 我們新任的是黃中仁黃局長 是警察局的局長 黃局長歷任台南市局長 內政部的副市長 以及航空警察局局長 是一個非常有經驗 有能力 可以守好新北市治安的 最優秀的警察局長 請坐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新任的觀光旅遊局的局長 張愛晶 張愛晶局長 曾經擔任過實踐大學的 兼任講師 東森新聞記者 以及TVVS新聞記者 專任的直播 他也是在新聞媒理界 一段時間 尤其有大眾行銷 傳播管理的整個協力 就借重他的行銷長才 來幫助新北市在觀光旅遊機上 很多好的美景美食小旅行 來給我們行銷 我們謝謝他為我們新北市來做的貢獻 謝謝 謝謝各位議員 謝謝 大概就是我們這一段時間的人事調整 最重要機會主管 在這裡給各位做一個報告 下來 接下來就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一次的施政報告的內容 那我現在已經擔任市長已經滿兩年 謝謝各位議員滿滿的支持跟指導 我們一定在補會的合作底下 讓市政府能夠更加的順利 尤其這兩年來有一些市政的成果 大概有一項有一些質便的展現 給各位做一個說明 像我們的公共託譽 我上任來就說公託一定要增備 那目前我們公託累計已經90個地方 然後全國的達到的是最多的公託數有17847名 而其整體的交付的外託率達到36% 也是全國第一 我們這個部分我們還會持續的做下去 至於有關公共託勞中心 也是全國第一 累計了52個地方 在今年4月底又要再增加3個地方 至於身受長輩所關心的銀法紀錄部 目前已經累計了916個地方 我們希望目標是超1032個里 裡都有銀法紀錄部 那現在有14個行政區域達標 其他的繼續加油努力 今年還會再增加143個 那土塵醫院已經開始服務土塑三陰的民眾們 那這也是歷經10年的長輩 那目前每年可提供85萬的門診 5萬的急診 還有20萬的住院的床室 那至於有關的智慧醫療 那目前推動智慧醫療 已經完成了4個地方 110年會再規劃3個地方 至於遠距醫療的照護 彌補邊鄉醫療資源的不足 在5G這個部分 有共療、烏來、萬里石店跟平林 這五處衛生所已經納日 今年再規劃 平溪、雙溪、山支跟石門 4個地方 尤其我們為了捍衛環境 成立了環境積查重案處 那這一年多來 已經查到23件重大的污染案件 對破壞狗土 以及環境的業者 我們絕對依法來嚴懲 絕不寬待 那至於我們的度數更新 那成立了我們的 推動度數更新裡面 讓新北市自都中心 在今年能夠快速的成立 我要謝謝議員的支持 而且要以配合中央的 都數更新條例的修法 我們讓八項的配套組法 增定的作業 我們在去年 在前年都已經在全國之先 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應用多元的方式的推動更新 讓新北市的都更做快一點 所以我們在都更三件裡面 第一件 56個TOD的案子 已經同步進行 目前在土開案 有30個地方 希望能夠帶動檢驗產站的地區發展 至於二件 對有關市匯案 街道建築物裏面的修繕 林家華園府中游擊以及完工 目前還有兩個地方 及兩個地方在設計 兩個地方施工 兩個地方在設計 至於三件的維老 建築物的重建 我們以全國第一的效力 109年已經完成500洞 110年完成200洞 至於維老的都更做了286件 那五谷因為長期受到發展的停滯 這也只要是垃圾山的問題 所以除了四半計畫以外 我們由四半計畫 希望能夠跟廠家跟地主攜手合作 翻轉新北市的風貌 那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 整個新北市五谷垃圾山 目前已經變成五谷夏立地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溫仔郡的計畫 今年正式啟動 我們第一區已經在109年8月公告 第二區去年的12月公告 我們今天一定是最大的挑戰 希望能夠傾聽民意 指導解決籌劃區民眾的問題 用最大的誠意 讓產業勞工弱勢的輔導 讓拆遷過程更加的順利 至於烏水校園到108年已經達到100萬戶 到今年2月已經達到1077540戶 達到67.12% 至於我們為了讓整個環境得到永續發展 新北市是第一個加入脫煤者聯盟 並率六都牽使氣候緊急宣言 而且成立一個氣候變遷 以及能源對策的執行委員會 希望能夠提出2030的氣候驗景 達成2023五眉城市 並以203年減少碳排放30%為目標 至於我們在運動的據點上面 除了我們的國民運動中心 十六座還有兩座水上國民運動中心都已經順利完成以外 國民運動中心的運動據點2.0已經完成了十個地方六處健身中心四次天目球場 那在這裡面超商方面 我們的公共建設的超商的成績也得到全國的第一名 這裡面從108年我們已經協助120建議 到現在為止 統投資金額是超過2600億 帶動7萬個就業的機會 陸續在去年完成林口媒體園區 台北產業專用區 新店保新段19屆的招商 所以這個金額是224億 至於我們產業的用地的部分 在工業區立體化 已經有45個案子通過 也是我們六都率先發布實施 也做了最多的目前可以創造954億的產值 提供15000個就業的機會 在亞洲的有銷有機行銷的智能中心 我們是前台最大的城市裡面 所以在7年2月就已經成立以世衛科技創新的通路 來服務有機農產品的銷售 讓有機產業跟國際來做接軌 SDGs是在108年 我們地方資源檢視報告得到 是全球第一個發表的 台灣的第一個城市 也謝謝紐約城市的邀請 簽署了同樣的一個宣言 尤其在臉書上 來幫我們做開箱文 跟其他的國際間的國家 來分享新北市推動SDGs的經驗 在多元族群上 我們對原住民族 客家族群或新住民 說西洋有屬於他們的自己的光榮感 所以108年 啟用Tatako原住民族的文創紀錄平台 109年所做原住民族的文化園區紀會所在三峽部落來露城 至於客家族群 我們也在客家文化的據點上 啟用哈卡爾綜合館淡水館 來示範特色的課程 預計110年再增加10個學校 所以事務團隊 也同時因為推動各項工作得到國內外的多項獎項的肯定 也創下國內最多的獎項 在智能城市的推動裡面 我們有新北智慧社區APP智慧衛生手公托監管銀 智慧銀端動態的救援系統八項榮後國內外的大獎 還有我們在基礎建設裡面水利公務 常常獲得全球卓越的建設獎 像新北大都會公園以及府中行政園區都得到 我們全球卓越的建設獎 我們希望我們的基礎建設多用心 那至於國內獎項得的156項以外 包括四三樓的Common Lab 以及我們2020台灣市內設計大獎 以及我們的大南古道北海夜金閃閃的光合作用 都是得到台灣設計的Best 100獎項的肯定 當然我們有全國所創76項的不斷創新的施政 包括我們潛災型的智慧指揮監控平台 以及協潛的城市教育支援的交流中心 還有智慧工地的試外管理 以創新的思維來為市政來服務 在這段時間 我們在這個當中的廢期 我們仍然有很多的工作上需要給議員來做一個報告 我們從安的方面來談 至於我們的食安是民眾最關心的 所以從今年的野內分開始開放來自進口以後 是從立法前面的保護 也謝謝議員的幫忙 在我們全國之先將萊克多巴胺 零檢數的規定 納到學校的午餐契約 以醫護社會機構先試使用國產資 並以18家的肉品的輸入業者 聯合先試不進口來自 全力守護市民的健康 今年同時 九大類的食品業者 對節肉豬肉跟原料素含癌劑要做公布 而且我們聯合機場 對肉品原產地的標示來源 加強檢驗 又最嚴格的標準 為市民健康來把關 同時校園裡面 落實一看二驗三公告的原則 我們希望自立廚房 從今年的採購瘦肉精快篩試劑 請學校落實自主檢驗 多管齊下 用行動來守護我們40萬孩童的健康 至於友善的育養環境 我們今年二月份 我們第一家的政府所辦的稅簽署員工主理 脫嬰中心開幕了 讓我們照顧市民也能夠照顧市府的員工 那公托監管員在議員的關心底下 已經有四家公托中心事辦 另外110年今年 預計要發包完成90家 我們會直連分階段 把各公托中心來實施 公托接管員 至於有關公幼的部分 我們推動公幼的征班到110年度 以增設幼兒園104班 我們原本是四年要增設100班 現在已經達標 那目前整公共幼兒園的部分 也有145家加入 可以再收8593名 目前總數量已經超過3.7萬人 尤其規劃設立醫院的部分 我們推動動揚 那目前板橋醫療園區都市計畫 在9月份已經經過內政部審議通過 雙兒醫院有關擴充興建的教學研究 以及生醫的科技大樓 那我們預計在111年就可以落成 盧州醫院現在的部分已經送到內政部 專案小組審查當中 至於瑞芳的長照設施大樓 我們目前跟民間在溝通 用參與的方式來興建 希望能夠照顧邊鄉的醫療 至於有關長者的動健康3.0 公司的合作以及跟大專院校 用智慧運動的大學程的計畫 並肩來作戰 希望能夠照顧長者 所以對設置全齡化特色共榮公園 目前已經完成45處公園特色或共榮遊戲場 四處全齡化的公園 那當然我們今年還會再完成37個地方 至於我們也請將近有400位的專業的運動指導員 以及1000位以上的志工 在現場交長者運動 讓所有各年齡層的市民能夠在公園找到自己室和自己的場所 在高齡照護裡面大家關心的營興未來層 結合我們的醫療長照跟生活 在閉華國中這一塊 將採VOT讀室計畫送到內政部審議 以及希望能夠今年完成VOT的限期規劃 以及招商的作業 在交通安全科技執法的部分要建置科技執法平台來整合 所以109年下半年就已經事辦四次可移動式的科技執法 今年繼續來辦理 在智慧防災用潛災型的智慧化指揮監控平台 來升級做加英北的災害性一田東兩個鄉埔相成 朝我們整個整合本府的資源 讓所有的資金的服務的發展能夠前面到位 所以我們的OCA的康護受驗率大無提升到10.71% 尤其我們的高階救護機動支援隊 在去年成立以後我們效率更好更高 所以我們希望對很多的重大事件 大量傷病患嚴重的救護案件 能夠把我們的效能提升精準到位 至於在整個基礎的環境裡面 我們新北市要再做翻轉城市 讓城市免協、交通設施、土地開發、智慧運輸 改善市民生活的品質 讓民眾能夠安居 所以這段時間的五谷夏立地 已經完成了核子的161建申請合法 其他的希望在今年的八月底 能夠完成所有的建築的作為 包括拆除、包括立化 所以在整個土地的立化上 我們已經完成中心路以北國有土地、以南新闢的新命境公園 那今年最少可以達到45公頃 我們的溫載境是今年我們特別最大的一個挑戰 很多企業搬遷的問題面臨到各項的課題 所以我們在資金補助提供希望每月以200平 面積100平為主的上限來補助兩年 當然最重要的我們等個胡同團隊要進到裡面 一家一家的跟業者來做溝通、協調、媒合、加速搬遷 轉型合法、更留新北 那如來如北 那七月份經過四都委會通過以後 現在在內政部、在審議當中 這個部分我們用銀合法的計畫 來前面結合觀光休閒 讓新北市的整個產業地區的發展能夠更前面化 那至於新北市為了讓我們整個融儀能夠更靈活 所以新北的融儀代金在今年三月上路 也納入估價師工會的協檢速度 加速審議流程、加速公共設施用地的啟德 至於我們新北市的城鄉風貌 我們用環境美協總顧問的團隊 來幫助我們城鎮風貌景觀改善 或是其他採會的相關的公共工程的計畫 研究跟設計讓新北市變得更美 所以我們新北市在湖中美協這個地方 我們特別提出了雙軸山廣場來改善工程 我們預計我們在111年能夠完成 湖中雙繩的湖中美協示範基地 還有我們的山林文創整個計畫 我們預計在111年前能夠完成 治療特色、路徑、友善、行人、空間的串聯 跟美術館能夠結合在一起 同步來啟動 所以我們在111年希望能夠完成 山林文創整合的一個計畫 至於我們的軌道建設 南海第一期南海縣在109年11月已經通車 第二層入行現在在修正財務計畫 要等交通部審查意見在修正當中 至於安康輕軌如果順利的話 會在111年通車 至於我們的山林縣112年完工 萬大中和縣114年完工 新北士林縣預計117年完工 環狀南北縣預計118年完工 我們的系東捷運 而目前在座中規 希望7月份能夠報給中央來做核定 我們希望203年能完成三丸六線的九層的建設 讓10萬人最少享有3.9座的車站 超過東京跟首爾 所以在整個捷運的軌道建設裡面 我們的土地開花 目前有30個地方 4個廠站已經完成簽約 那目前預計開發的樓地板面積有179萬平方公址 引入了1,210億元的投資 超過6,500個工作機會 至常性經費也可以費入250億元 所以在整個智慧的交通上 共享應據 整個所有的相關辦理的規定 以及自治條例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才能夠在新北境內營運 那新北市民最關心的公共自行車 U-Bike的新舊系統的相容問題 我們以新北市民的潛力 跟便利性為最優先的考量 我們要跟除去跟台北市 在升級以後的轉成問題 來做好花式的整合 至於我們的停車場 目前新增9個地下停車場 至於今年會再增加3座地下停車場 我們希望在111年能夠完成30座的自費停車場 至於北海岸跟市區的觀光 我們優先推動電動公車的車隊服務 我們現在已經導入40輛的公車 跟建築兩次的公車充電廠 那至於有關健全道路的路往上面 我們國山北土城加油道的可行性研究 在6月份去年就核定了 那今年在續辦用地企德跟都市計畫的變更 希望116年完工 至於國一系指交流道 南下的入口閘道 希望在核定以後 我們高工局能夠快速完成規劃跟設計 現在在辦理政策閘道工程的招標 希望能夠114年能夠完工 至於新北市也配合去年 在喀尼街的扩關工程已經完成了 至於林口交流道的國一 南出北入的可行性評估報告 交流部已經送行政業審查 希望能夠在113年完工 還有我們爭議20年的淡北道路 去年通過二階環評 那目前準備的工程在花包作業當中 那目前在整個土地的架構上 是否全力以後 至於有關相關的補助經費 我們報給中央在評估當中 希望中央能夠盡速拍板 中央跟地方一起來 讓淡北道路盡速開通 橋樑的改建已經完成三座 另外有三陰大橋 中徑橋 淡江大橋 三座橋樑在施工當中 淡江大橋 我們預計2024能夠順利完工 至於有關無障礙的通行環境裡面 新北市對基礎的人本建設 潛力以後 我們成立IRO 新北市的智慧道路管理中心 有效管理新北市的境內管線 所以光這段時間 我們就減少了628件道路重複的挖掘 同學校是協同的安全這個區塊 我們在今年的三月已經完成162校 年底要完成211個學校 至於有關我們的基礎建設 有關變電箱的一致電纜地下化 到現在完成292件以及29件的電纜地下化 我們目前跟台電全力的協調 希望速度能夠更快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500多件 至於優化公共運輸的交通轉運站 目前規劃四個地方 板橋轉運站 4月份正式營運 民國轉運站 今年下半年完工 三菱轉運站 明年完工 A3已經報內政部 在審議當中 希望明年可完成可行性評估 至於我們的有關運動程式 導入綠色印具 行銷青春三海線 開發微笑三線 都讓我們的觀光 以及我們的河川環境 豐富藝文活動 優化藝圖環境 我們會持續地往前走 所以我們的全民運動裡面 除了我剛剛報告以外 我們最重要的 今年會舉辦全國運動會 以及跟台北市籌辦 2025世界壯年運動會 希望能夠帶來經濟效益 能夠超過一百億 我們大家好好努力 我們希望處處有運動祭典 至於有關青春三海線 旅遊的品牌已經 經過一段時間的推動 我們包括開發限定的禮盒 按照各季節推動 不一樣的放開完 讓觀光休閒 以及我們結合我們的軌道建設 讓旅行社 農場 觀光工廠的合作 能夠推動新北OK旅行的旅遊路線 至於我們的微笑三線 是串連土式三陰 最重要到中和新店 深坑實定平息的登山步道 目前都規劃跟親主的登山 建行步道 體驗活動 串成一環 能夠帶動我們的微笑三線 結合青春三海線跟淡蘭古道 讓境內有豐富的山林資源 被大家看見 那今年五月份也辦理第一場 湘漁川路跑的系列 響應 世界 水之炎日 是全球唯一以湘漁 回遊路線 作為賽道的比賽 讓永續觀光的理念 讓新北社成為SDGS的城市 那至於我們的新北領域 已經推出了第二季的影片 來鼓勵我們年輕優秀 二十到二十九歲的勇敢理性的故事 來豐富我們整個城市的特色 今年特別得到政府政策溝通獎 以及我們的行銷傳播節出貢獻獎 年度的政策的行銷獎 得到很多的肯定 所以在整個推出以外 我們的永續環境對河川營造 我們特別成立一個河川流域治理平台 整合水利環保 十九個行政機關 來整治燃仔溝 櫃子更西 瓦牙溝 藤牙溝 等 來營造薪水的環境 所以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的高灘地的大都會公園的 六哈梯熊波森樂園 在今年 也吸引了滿滿的多士人 到我們新北市 來親子遊樂 至於大和之桌的計畫 是在新莊大漢溪的左岸 這個腹地 我們用大和之桌的計畫 來營造人文 油氣跟生態 三大的面向 希望能夠在明年 能夠順利完成 還有我們的自行車道 去年 新江北橋下 增設了 穿越車引道工程已經完工 所以 延夜混又完成大漢溪走岸的 自行車擴寬 三峽河走岸的 自行車道的串聯 及五堵貨運高速公路 橋上的自行車道的專用 也完成了 所以 包括 指引美西的走岸自行車道 在三年 都能夠前線的啟用 讓我們的 沿線的豐富生態 能夠被看見 至於我們的 推廣義文活動 我們北北基 推動街頭藝人的登記至一地 申請個三式表演 至於我們的 優化業讀環境 去年啟用 淡海小獅房 林口西林圖書館 瑞芳福音館 完成兩次福音館改造 今年 會再打造 林口里科勇紀念圖書新館 還有五股福音館的改造工程 讓市民有一個優質的閱讀環境 我們跟里面的座談 目前 一直在持續進行當中 已經列管了2,393案 解列了2,154案 非常謝謝議員 持續表示意見 跟里長站在一起 共同解決民眾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國際交流 因為去年受到疫情 所以在整個主辦公務參加 我們都用線上的國際論壇 來交流 尤其我們去年底 特別以英哥陶瓷博物館 舉辦 制法組結的年中九會 並結合SDGs的政策理念行銷新北 所以包括Google的 遠東通訊園區的辦公室開幕 設在新北 用SDGs來打繞上下游的產業發展 讓本市的AI營端運算 還有所有的科技裡面 都能夠跟我們永續環境接軌 邁向國際大城市 所以在整個公有地的招商 市場的轉型 促進青年就業 優化教學環境 推動智能城市 讓新北市能夠經濟活動發展 讓我們的產業能夠往前走 所以公有土地的招商 我們今年 新電保高資源區 三頁公告招商 以AI5G智慧製造為主著 提供72個廠商 能夠廠房一個研發中心 以及裔程中心 希望能夠照產值將達128億 提供9200個工作機會 至於巴黎謝謝 虧搭玻璃跟薪質物流 投資台北港23億 創造600個就業機會 另外延宕了將近10年的淡水沙輪園區 今年2月已經招商簽約 林口公一在今年的重劃上 下半年就可以開始做好土地分配 力拚明年底能夠完工 所以現代化的市場 除了我們五股的公有林壽市場 111年完工 新莊新化市場 112年完工 板橋黃石巴黎農行市場 預計113年完工 金山第一市場 中繼市場 已經發包追淡水直揮市場 預計在110年公開招標 所以我們希望全力的改造我們現代化的市場 所以在市場測試的改造 我們目前已經完成7座 比我們預計4年要8座已經提早完成 我們還是繼續的做 我們希望今年把英哥市場也改造完成 至於我們的青創的協助 新北的創育房有205組進駐 那對整個遠東醫療以及疫性醫療都有提供相對的服務 並透過社會自治療跟工業區的立體化的回饋空間 我們今年還會再增加五個地方作為新創基地 所以在青年就業 我們目前為止已經有幫助過4,000個青年順利就業 我們的青年的公民損益 運用參與式預算來籌設 這樣一個植癌的發展中心跟青年交友 希望青年廣告他們的意見 在這當中我們特別也對孩子們的就學環境 來優化教學的環境裡面 我們從108年到現在投入超過84億 那目前完成173棟學校的補強工程 那學校的再利用有19個 至於了做校室的整建有48個學校 那目前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至於學習無國界智慧校園 是我們親師平台都已經運作得非常順利 也是全國所創 那今年特別設置教育大師級平台 以校務行政的系統跟親師平台來做結合 協助學校行政運作校園 解決教育決策的規劃 能夠進一步讓學生視性能夠發展 至於我們上課又 新北校園通APP 那目前開發成功 所以不僅提升親師的即時聯繫 減少資本傳遞 也可讓教育局隨時掌握學校的相關設計 提倡更進步的智慧校園 還有我們建置我們新北市的智慧城市上 以資料治理 以市政決策系統 智慧共感的建置的城市的智慧大腦 來讓我們新北市各項都是以智慧化前方位的推動往前走 所以在開放各機關的資料的運作上 新北開放資料是六都第一 我們會繼續努力往智慧城市大邁進 所以為了讓智慧城市大邁進 我們全國首算有11項創新的應用服務 智慧的監控食安中心 高風險家齡整個行安情網 僅用無人機隊 以及我們長期照顧交通接受的服務平台 這都是我們所推動的項目之一 至於移港轉型 目前對水電補助系統的整個轉型已經涵蓋率50% 另外今年還會再推動兩個地方來擴展智慧移港的管理模式 至於我們的太陽光電板為了應應溫室氣體效益和氣用變遷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以管理工友暗場標諸設置太陽光電的縣市 也是前台第一個在工友進入上導入公民電廠居住的地方政府 那今年二月全球傳統公司響應力能政策 使用太陽光電系統 所以這也是能夠帶動太陽光電的發展 在我們北部住室也不容易 每年的發電量可以達到190萬度 所以新北市在這段時間 希望整個市府團隊都能夠上下一心 全力以固能夠完成所有市民所託 所以在這裡特別就市政會議的內容來做報告 在報告結束以後 有一件事特別藉這個機會給所有的議員做一個說明 也做一個報告 因為長期以來新北市所有的議員都非常關心 我們新北市青年的相關的議題 因為新北市有18到40歲的青年 共計有127萬 是新北市的人口的三成 也是台灣年輕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所以各年輕人在新北市有在學求職 創業社會青年 很多都要負擔主女跟父母的三名字青年 所以青年協隊是我們最重要該協助的對象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在新北市的安居樂業 所以很多的市民朋友關心 青年朋友也關心 議員更關切 希望新北市能夠成立一個專責 來關心新北市青年的青年局 我在此承諾 將推動以青年局的方式明年來正式成立 詳細會以法制、財政、人事等行政程序 我們研議中 所以在這裡 除了正式給議員做一個報告以外 給大家最適合新北青年朋友的青年政策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勤策勤力 來提供 讓新北的青年有最好的發展跟未來 所以藉我們的市政會議報告 最後來回應我們所有議員最關心的青年級的成立 我們明年會正式來成立 謝謝議員給我們滿滿的指導 也謝謝議員自然時間給我們的關心 再度的感謝 謝謝 來那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號的江玉珍 謝謝主席 市長 我首先請教一個實事題 就是日本預計要排放核廢水到海裡 請教市長有什麼看法 西北市包括核廢料都沒有辦法處理 又看到鄰近國家日本河島核廢水要排入公海 讓我非常的難過 核廢水排到公海會造成環境生態的破壞 也造成疑惑量的減少 身為鄰近的國家台灣 我堅決反對日本核廢水排入公海 我相信全民應該都有共同的看法 好 謝謝市長很明確的表態 那另外您剛剛提到要成立青年局 我想請教局長這一個人選 其實對青年局是否能夠成功 是否能夠得到新北市民的信賴 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請教市長您對局長有什麼樣的期待 您已經有心目中的人選了嗎 特別跟議員說一個聲明 目前為止 我並沒有心目中有特定的人選 我現在已經交由我們N有的青年事務委員會 來做籌備工作以外 最重要以法制、財政、人事三個 以指數化來好好討論 到底要設幾顆 都有多少人 雖然他們初步有給我回報 希望設40個人三顆 比如說綜合規劃 以及職埃執行規劃 還有創業的協助 這幾個大項目 來往這個方向來走 但是初步並還沒有完整的定案 我們現在還在研議當中 研議完一定會正式以法制化的方式 來報給議會 讓議會給我們多多的支持 那請教有相關的預算的大概規模了嗎 目前我們的財政在規劃當中 我相信我們會就本預算裡面 我們會去做適度的整個金額上做調配 那目前雖然有一個概算 大概1.3億左右 那這個也是一個初估 那正式的也等我們把它精算出來以後 再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預算會擠壓到其他局處的預算嗎 應該不會 我們會做速度的調整 都不會去排輯到各單位的預算 是 謝謝市長 那接下來請教 就是剛您施政報告有提到的 三英文創整合計劃 那這個目標是以四個地點 就是英哥車站、老街 還有新北市立美術館 以及陶博館為重點 要以人形的步道串聯起來 那這個計劃呢 會跟淡水老街 還有板橋府中 是比美的這樣一個計劃 那其中我認為最大的亮點就是 我們新北的第一座公立美術館 就是新北市立美術館 我們簡稱新北美 那預計是2022年竣工 那首先請教市長 就是我們目前美術館的進度如何 那它的戶外的園區如何規劃 其實戶外園區 用一種讓市民能夠參與分享 然後又能夠讓產業能夠帶動的方式 來做戶外的整個規劃 當然戶外的空間力很大 我們也很多的表演 也可以在做戶外的文化表演 美式表演都可以把它做在這一個區塊裡面 所以現在我們的工程進度 一切都還是順利 那我們希望能夠111年能夠完工 當完工到整個開幕 可能還有一個轉折 希望把它做到更蓄膩 所以我們希望先朝111年能夠完工的方向去做努力 那如果正式要營運 可能還要慢一點 不會再111年 但是我們110年我們把所有的樣貌整個會呈現出來 給大家了解 所以我們整個3.0文創的整個工程設計規劃 都會朝110年底把它做完成 為目標 是 那請教市長 因為近期的我們原物料成本上漲非常多 我們很多標案其實也都流標 那請教我們市府 在這方面我們的工程預算 是不是能夠符合我們原本的計畫 那我們的這個美術館的興建 是不是能夠如期的舉行 大家這個當中我們也碰到很多困擾 因為現在切工切料 是非常嚴重 物價又上漲 沒錯 所以我們碰到很多困難 但是 再大的困擾 我也跟廠商再度的要求 一定要如期完工 那目前他們有承諾說要如期完工 那我還是在錦丁 因為這個變數太大 現在移工都沒有辦法進來 關我們的停車長大家都很清楚 就流標了四次 我就很頭痛啊 再怎麼增加預算也會流標 所以現在我在錦丁美食館 絕對不能跳標 所以這個部分我請力以赴把它做好 是 那再請教市長 那我們這個人行空間的規劃 其實從火車站要走到老街 最快的是走文化路 但我發現我們市府目前的規劃 並不是這樣規劃的 可不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文化路它的一些人行安全 這部分市府有怎麼樣的考量呢 文化路這個整個人本步道 還是會做改善啊 我們還是會做改善 我們並沒有把文化路的人行 人本步道 並沒有排除到外面 我們還是會做改善 好那我們時間很寶貴 時間到 請二號李翁月兒議員 好謝謝主席 市長 該管我們新北水肥的問題 應該直接穩去哪裡 不是只有百里 我們新北市有四周的污水廠 那麼市長我告訴你 實際上 我們在去年就知道 台北市沒有我們新北市的水肥下去 那麼去年我就說 改善我們新北市這個水肥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做 那麼也希望環保局去冰箱 應該去比較偏遠的地方 環保局中 你銀河怎麼算算兩頂 一個十字一個洛州 四月七號的報紙還下 環保局說 說洛州啊 選頂的地方是人口稀少 環保局中你在睡覺 你做到環保局中 今天來新北市 對新北市這麼不了解 洛州是人口密度最高 扣掉行水區只剩六點九六平方公里 二十幾萬的林口 未來南北側又從我下去 四萬四千的林口 我今天要找就是你環保局中 剛才聽市長公議的市政報告 還要到一項前久 這個人這麼認真 你為什麼不照實來報告 還有一項 你今天不通為洛州的污水管 來到巴黎 只有二次的風險 你要知道這個污水管多久了 你現在將所有的水分從這裡下去 你還沒有一個方向 我們新北市有四個污水廠 你應該平均來把它分攤 這樣這麼對 而且是直接從污水廠去這麼對 你點點發包 你對洛州人也沒有交代 你對洛州人也沒有交代 時間被人抓到 你這麼交代說 沒關係 那是安全的 密閉室的 他不會外洩也不會錯 那是你在說的 八市存在的一個觀感是什麼 何市長這麼認真 聽我們四百萬的市民 大家都學路 全勝第一名的市長 所以我要要求你們 要好好做出口 那麼還有一點 巴黎的污水廠是屬於我們新北市的土地 他們是台北市的管理 我知道 你們要到我第四項 有的沒得過 你跟我說 今天巴黎污水廠要修散 要四個月 裡面的設備要更新 要幾個10月 我說向中央賺 你跟我說中央賺 不要給我們 中央賺 都不給我們 因為我們新北市的市長 叫做何友宜 那麼今天你何市長 我很相信你的 我也絕對相信 他幫你報告不信 你這麼不可以 剛才聽你說的市政的報告 聽到感心 你這麼認真做 你用照的 他們就對你賣掉了 所以我要求 你雖然發包去 我告訴你說 漢庭 上面朱立倫院內的時候 重新市場也要發包出去 輪圍八大行業 當初也說到 第一時間 第二十多台北市來找房 我找李四川副市長 也說到漢庭 現在重新市場 不是八大行業 脫勞脫育日照長照 包括生臟 電競賽場 再來活動中心 何市長都有去 他是一個這麼認真的人 你是怎麼跟他的公道做的 麻煩 所以這一點 我一定要拜託你何市長 絕對可以 我們行報期四個污水廠 可以直接來購入 沒有理由來生的老酒 這個污水館是有風險的 這一點 一定要拜託何市長 要來幫忙 我相信 你一定有那個家事 你也做得到 你偷偷下車 為新北市四百萬市民 第二點 我今天要拜託你 我們的健保卡 不管老大人 不管小孩 一人都有一張 健保卡是應該 隨盜隨辦隨靈 我要記得 我記得在上面 朱立倫市長 任內 就是五黨提出 提出我們的健保卡 我們的學生卡 當初 你也是醫師 一定要等一禮 後來 我們母黨會說 蔡淳賢總召 跟你們要求 一定要工作 社會課 設一個門 設一個窗口 我們還可以 我相信這一項一定要拜到侯市長 而且在社會客的一個窗口 我們還可以以工代正來撤的艱苦人 身戰弱勢的這一級數得 所以在這裡拜到侯市長 也不能為三路地區三中公所 路窮公所 先示範 我相信所有的八市全家幫你打包 全省新北市老街座 健保卡遺失 要上班就是來工作 馬上班馬上僱 這樣才對 謝謝 感謝議員 對這個地方的大小事的關心 這個健保卡的補發真的讓人大人不方便 這只是中央的前者 我跟中央再來溝通 我可以讓我們在這裡的地方的補發嗎 好嗎 這我跟中央反應 這是中央前者我可以再跟他講 好嗎 好 你的聲音我真的真的聽到 我真的聽到 好謝謝 請陳委員陳議員謝謝 好 你這個麥克風喔 因為這個麥克風太遠了 沒有 那這個麥克風太遠我要靠近很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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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講話還要靠近一下 不是啊 他本來這支比較長你知道嗎 嗯 現在很短我又很棒 所以是 要站在這裡就有距離了 去年喔 有的 是比較長 現在是比較氣乃 所以會不會不會 這個聲音又沒有出來 蛤 沒問題齁 你站在這裡有條條條嗎 沒辦法在押 你還要不要 你有沒有要 我怎麼用我 用我 這樣啦 拍一下拍一下 你我自己又聽不到 再重來啊 好 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聽到齁 因為我本來喜歡說這個記憶很遠 來啊 開始了 來 市長 市長我現在先請教你有沒有頭暈啊 還是體溫升高的狀況 沒有勒 真的沒有 真的喔 沒有啊 因為我有多喝開水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喔 你週一打完這個AZ疫苗啦 然後呢 休息半小時就去跑行程啦 那今天第四天了齁 所以我怕說有一些副作用啦 也看到說新聞有說這個 丹麥已經全國禁止施打AZ疫苗啦 所以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市長很認真 然後休息半小時就去跑行程 跑各種的活動 大家怕你身體扛不住喔 謝謝議員的關係 所以呢 表示市長現在還是 沒有問題 身體健康的一個狀態當中啦 沒有問題 很好 那謝謝市長喔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接下來呢 如果市長你身體狀況OK的話 我就繼續來問其他問題了喔 謝謝 來 市長 你知道我的選區 淡水有很多的歷史的古蹟 不管是古老的建物 淡水老街 淡水河 觀音山等等 也都是很多電影的裡面的一個場景 也吸引很多民眾 因為看了電影之後 來淡水玩 或是這個油氣 或是呢 看到這個電影的景色 來這邊拍照 所以這要問市長啊 來 市長 我們在文化局在民國100年 有成立這個喔 新北市協助影視拍攝與發展中心 我們簡稱叫做協拍中心 那請問市長 我們現在的協拍中心 這幾年的表現的狀況如何 大概有多少的作品 我們協拍中心其實表現得非常的亮眼 因為新北市就有台灣的收影 有山有海 很多人都要來新北市校協助來拍攝 所以我們的協拍中心一年 大概有七百多 七百五十件 七百五十件 所以量很大 所以表現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辛苦 那應該是全國數一數二吧 當然是全國數一數二 因為協拍量很大 那所以也就是表示說 我們新北市有很多的好山好水啦 那也可以搭配 來推展我們全市的這樣一個觀光的一個活動喔 好 那另外我要再請教市長一個問題啊 這個我知道說我們這個協拍中心啊 未來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對不對 對 那是不是座落在我們的國家電影中心裡面 對 沒錯 那是不是四月底就要完工了 是 沒錯 好 那我想要請問市長 這個協拍中心可以如期進駐嗎 那這個空間大概多少 那有罵我們這些協拍中心的這些人員嗎 我們公期是可以如期完成啦 不過目前協拍中心 因為整個大樓裡面都是國家電影文化中心 所以國家電影中心他們非常吸… 等一下等一下 國家電影中心是我們的還是中央的 當然是我們出土地幫他蓋好 所有的經費 我們全力的資源把它蓋好 照道理講當然是新北市從頭到尾把它搞定了 但也是謝謝中央的支持 讓國家電影文化中心業力進駐 那也業力當時在政部長底下同意 我們有一百坪協拍中心進到這裡面 跟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讓新北市的文化電影可以蓬勃發展 國家電影中心可以相輔相長 所以市長就說我們未來會有一百坪的空間 這個未來恐怕會有一些變數啦 我知道 我為什麼要問市長 因為我就是有聽說有變數了 來 為什麼會有變數咧 為什麼又有變數 確實啦 文化部是給我一個很清楚的明確的答案 他們希望說那國家電影中心就國家電影中心 就單純整個都國家電影中心來做營運就好 協拍中心是不是另找地方啊 所以說當時政部長同意的 現在換了李部長不同意 重點還是同一個黨執政是這樣嗎 是啊 沐傑市有碰到這樣一個疑點 那市長 那你打算怎麼處理咧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還在溝通當中啦 那當然如果為了讓國家電影中心 照他們的方式來走 我們必須要找其他的地方 我們最差的狀況就是 我們未來還有第二期要蓋嘛 第二期要蓋 第二期蓋希望能夠給我們多一點空間 不然的話我們現在也找不到空間 政策有延續性啦 我們還是要跟中央要求跟溝通 如果政部長已經答應要給我們這個空間了 沒有道理換了部長就換了一個承諾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還是向市長要承諾 你也剛剛講了我們的電影的拍攝 實際上是全國的數一數二 所以應該這一百坪的空間 應該市長你要保護這個 這些我們協拍中心應該要有的 基本的一個資源 你能不能做到 我潛力的來讓我們協拍中心的資源 能夠得到確保 不過這段時間其實中央還是蠻堅持 希望我們另找地方啦 叫我們另找地方 對還要另找地方 就我們出地出錢 然後叫我們再去找其他地方 他這個特專商都可以給一百多億 叫我們找其他地方做什麼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市長還是把我們新北的需求 如實的告訴他可以嗎 好我們會盡量的協調 希望起碼有好的一個結果出來 因為剛剛提到政部長的事情 這個李部長不認帳 因為現在林佳龍要下台了 淡北道路會不會聲變 這個我不知道但我會前例引護 我們希望四月底 答應的我們去行政院拜訪多次 答應淡北道路四月底能夠評估出來 技術評估出來 因為這已經評估很多年了 也講了很多次了 所以其實評估的專業大概也不會相差四年 好請 請說民眾眾議員 抱歉這時間 民眾議員 市長 市長 針對你對溫仔君的魄力 我真的非常肯定 尤其我們四五的團隊也非常陸續的規劃 輔導我們這些工廠迅速的遷移 那目前另一個問題 我們之前也跟我們地震局交通局也做一個規劃 就是市長就是建議說溫仔君在開發期間 要將溫仔君很多的公設來做停車場 那市長 那目前來講 現在的新莊 泰山 歷臨了很多問題就是 目前一千 一兩千步的停車問題 以前都停在溫仔寺裡面 市長 能夠把現有的土地 如果地主已經交給我們市政府的土地 能夠不影響的方面 先來讓我們做停車使用 那可用使用者付費 因為現在已經造成了目前停車 沒有辦法停車的問題 市長是不是 不要說等到這裡中間 隨公設來做 這就可以開始來做了 你說那真正 我們開始在開發的中間 停車場就要隨著土地整平以後 隨時就調整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找了七個 可以規劃的停以後 市長 那我們開始在土地開發過程當中 就開始 市長 現在目前已經拆掉的時候 交政府了 我現在先做啊 我真的意思是 你現在在中間 是不是就開始先來做 先做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泰山已經沒有辦法停車 現在有找七個地方要先做啊 那是不是趕快 那我市長拜託 馬上可以先來做 他現在三個已經高了 這三個交人說他要先做 使用者付費沒關係 趕快來做 使用者付費啊 三個先高他先做嘛 那這問題 那這問題 拜託加速 因為我們新莊泰山很多 以前溫載區就是坐停車 現在有幾千部的車 很多百姓來講一位難求 那他們使用者無為他們絕對支持 希望說趕快規劃出這些 目前溫載區不影響的土地 來做停車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第二個 市長 你對教育也非常支持 但是我希望在教育方面 我也跟教育局長有講過 在未來溫載區 我希望說將來一定也要注意這一點 高密度的地方 市長 高密度的地方 你們既然都是蓋為低密度的一個學校 你知道嗎 南高已經發生很多台 陀夫國小 利林國小 你知道有些年輕人 你都一直鼓勵年輕人 現在他們買房子在這個地方 可是他小朋友沒有在 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就讀 市長啊 你知道有些人沒有辦法就讀你知道嗎 上下班的年輕人 上班要帶小孩子上學 下班的時候要再趕回來接小朋友 如果本來住在那裡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就讀 所以這個問題 是未來溫載區開發 不要在高密度的地方 你來蓋低密度的一個小型的學校 高密度的地方 你要趕快規劃一個高密度的一個學校 好不好 我贊成你的看法 其實現在的整個學校 它的使用不能只蓋一樓兩樓三樓 可以往樓上蓋 高密度的地方可以蓋大樓的學校 你現在離口就是發生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你知道有很多年輕人 萬壇你知道嗎 我家賣這裡 我欠錢賣這裡 我家賣這裡 我紀元沒有材料 小孩子在這裡讀書 每天他要為了接送小朋友 他你知道 你一直鼓勵年輕人 要趕快去賺錢 可是現在年輕人 為了這個小朋友的上下課 他一個家長一定要趕回來接送 這個問題 希望我們不要再有這個 將來溫載區也不要有陸續這個事情發生 好 這個我們會注意 林口發生的事情 絕對不能在溫載區再發生 那是不是林口現在發生 現在是不是說 在地秘座的這個學校 人不能在增設學校 包括拖幼也好 包括現在國小也好 真的趕快去改善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市長 謝謝 這個問題真的溫載區 將來也不要這個事情發生 第三個我是希望說 市長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就是五股交流道的改善 我們是 你也知道 地鼠經過四次的拆遷 第五次拆遷的痛 當時 可是我們政策還是要做 他們也支持 我是 我一直在推動很久的一個 市長 我一直在推動一個很久的 就是說 林口你也在加速第一個交流道 又再出來了 泰山 我一直堅持泰山 能過增設交流道 所以在已經停止彎的時候 我希望在大海山增設交流道 包括我也建議交通局長 能過在五股工業區 地方能過是不是 能過也增設一個交流道的出口 能過舉行五股交流道的交通問題 市長我給你報告 未來 我們以前未來 新莊泰山的人口 你五股交流道 將來你五股交流道 新建完成 一樣是大塞車 所以我希望市長 我們想好 你現在做了之後 林口就增加 都增加 林口增加都要增加 我平常是說 新泰溫宅現在做了之後 泰山能夠增加 所以 以塞車就 我知道你走現在台車 我現在會叫江峻 做好事先的評估 整個交通道從上面來看 我跟你講 這五股交流道 泰山交流道不只是解決 泰山的交通問題 你知道 竹林市的地區的 都可以從泰山交流道出入 沒有錯 他就不用從林口交流道 所以可以分散30%的林口車輛 沒有錯 好不好 差我們適當的考量 所以我們要從尚未來看 不能只看林口 不能看泰山 要整體新莊泰山 新泰武林整個都要來看 好不好 要巴黎都要一起看 因為未來 我相信這如果評估了完成 我相信能夠減少20%至30%的車輛 來分解一個車輛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拜託 請林菁姐林議員 市長 辛苦了 不會 謝謝議員 兩個禮拜前 4月2號 親民連假的第一天 台灣發生 這個有史以來軌道 出軌最嚴重的一個公安事件 造成49個人 這個傷亡 往生 數百人 輕重傷 那麼 我們很欣慰的 看到我們 全台灣 所有的縣市 都派出了收救大隊 第一時間 市長 你也在這一個 電視上 這一個 明確提到 新北市第一時間 派人去搶救 那這個 後來 我們在第一時間 趕快把所有的傷患 全部都救出來 那麼可以說我們 大家都覺得很震驚 也覺得很哀痛 那麼 事件到現在 已經過了兩個禮拜了 我們歸咎 很多的一個責任 第一個 造勢人的理想他們的法律責任 台鐵 應該要 負起的 所謂的行政疏失的一個責任 再來 我們的政治責任 市長 你也曾經當過警政署署長 如果今天 市長 你是行政院院長 你會不會 負起應該有的政治責任請辭 一次負責 這樣子來看 國家社職分職 社官分職 他都有他的角色跟責任 今天發生一個重大的事情 這個重大的程度到哪一個 引起了全民的關注 甚至引起全民要去 深刻的檢討的時候 除了主管機關要負起責任以外 當然他的長官 也必須要負起責任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責任的存在 也許如果到地方 跟地方有自己的責任 每一個都會有責任 包括如果像 今天發生在新北市匣區裡面 也許是中安前者 但是新北市匣區裡面有半年好自己的角色 自己也有責任啊 所以每一個都有責任 如果是你 你應該會怎麼做 該負責就負責嘛 該是請辭就請辭嘛 對不對 好第二個 起定 不是 我是說假設市長 你是行政院院長嘛 對不對 我剛剛問你 你是行政院長喔 這個喔 我跟你講 我尊重 當事人的看法 我是覺得 每一個人都是有自己的角色嘛 每一個人都要負責任 是啊 我也覺得說 我自己 如果是要放在新北市匣區裡面 新北市一定 不管是中安前者 新北市也是有責任嘛 好 市長 AZ疫苗你打了 我們政府對於採購疫苗的這件事情啊 這個很顯然的是一個羅生門啊 如果你今天是行政院長 你會不會把整個採購的疫苗公佈出來 把整個不需要經過立法院 這立法院 現在有人在做真相調查委員會嘛 我覺得就是說 新北市如果我們衛生局局長去採購 衛生局局長去採購喔 如果衛生局局長去採購 要不要公佈 我們的採購一計是多少錢 會不會公佈 這樣來看 就是說� 採購法裡面的規定 到底是怎麼樣的規定齁 我這個採購的內容要去詳細了解 採購法有規定的 我們應遵照採購法 那採購法沒有規定的 那國人關切的 更應該公開透明給大家看嘛 是啊 我不瞭解這個AZ疫苗的採購法 如果在我們議會所通過的一個預算 今晚還是買疫苗 我相信市長 你會把這一個疫苗採購的整個過程 讓我們新北市議會所有的議員都 這個一目了然 讓我們都知道吧 那我要看這個採購法內容是怎麼訂 訂的內容是怎麼樣 如果訂的內容 它有規定是一個表密條款 我們也必須尊重 民意代表本來就是有監督的一個職責嘛 對不對 跟對我們選民負責的一個態度嘛 對不對 好 市長 土城還有一塊我們的彈藥庫跟區段徵收區 長期以來都是我們新北市政府在做主導 城鄉局地震局 我前兩天我才發現原來被中央接走了 我們新北市反而不做了 怎麼會是這樣子啊 我們可以做的東西 我們新北市不可以做 現在去由中央做去 為什麼 市長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啊 誰會啊 誰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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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新北市政府 還要弄一個開發科 議員 我們要這樣 中央要把我們拿回去做 把我們倒做 我都感謝 我一定會盡全力協助 確保地主潛意 沒有吧 地主這樣我會確保 如果說 我們新北市有做過這麼多的經驗 也要做一個開發科 為什麼 我們 不留下來 我們自己做 以前我們自己做 我今年 現在今年年初 他們中央才接種 怎麼有人這樣 做一般去給予 那就覺得很奇怪 我也希望 我們本來就說 我們要做 但是現在 你叫中央會 叫中央會 怎麼辦 因為像這個也要 中央審查 所以我尊重中央 市府沒有距離抵爭嗎 我們當中 本來就是我們在做的 中央竟然決定他要拿回去做 而且做的是司法園區 也是中央 他們自己本身的 謝謝 所以這個就是行政機關屬於他們的 所以我們也尊重啊 謝謝主席 市長 你好 感謝你有聽到百萬年輕人的心聲 謝謝 終於 明年 大家判到了 有一個專責機構的青年局 就在明年 要由你 來親自來接牌 謝謝 但是呢 在肯定你之餘 有一些比較細部的計畫 還是要依照我們上會期 謝副市長有答應的 六月要就 預算本體 人員的規模 輕創基金 以及新創的相關的計畫 本時有去參考高雄 也有參考桃園 這些都是可以參考的 那也拜託市長 是不是齁 可以去問一下鄭文燦 也問一下 陳其賣 這樣好不好 市長 感謝 別人的好處 都會去人家 因為那好處 我們就吸收過來 土耳啊 高雄啊 各地方 只要是長處的 我們把人家好處吸收起來 這對我們是好的啊 對 特別是高雄齁 它不僅是本體預算 因為局處有時候 匡業預算很困難齁 但是這個基金的編列很重要 你要協助新創也好啊 你要協助創業或青年貸款 這些都要把它 參考依據進去啦 其實我來這裡有很多 我有稍微看一下 對對對 你說的 基本上都在裡面齁 都可以最多討論 都在這裡討論 所以齁 你也可以跟他們交流一下 跟鄭文燦 沒有問題 陳其賣稍交流一下 我隨時可以跟他們研究 都沒有問題 青年期待他非常期待 明年接牌齁 明年接牌齁 所以今年的下半年齁 這個要編列預算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 明年才會迫死吧 我說我要現在正式跟議員報告 報告完後 我們6市會在籌編預算 不叫我把它寫進去 是照計畫來推動 不叫我明天再來生意 我們就要照順時一步一步來 感謝市長 另外做一個市長 要讓人民安心 要給人民安全 那但是你剛剛有針對到議員的答詢 這個福島核廢水的排放 你剛剛是說堅決反對 你用這個四個字叫堅決反對 那但是呢 我這邊齁 用這幾個字 核四次假議題 這是誰說的市長 你說的啊 這在2019年的10月份是你說的 消防局長你在旁邊 這幾個字是你說的 我這樣說好了 我這樣說 現在目前核四的燃料棒 市長這樣齁 這句話是不是你說的 我是講現況 核四沒有燃料棒 有啊 核四燃料棒嗎 市長 所以齁 面對核四的議題 齁 我們真的是希望你要給人民安全跟安心 齁 所以這個齁 跟你普通在面對其他議題 你可以模糊 你可以立場不定 但是面對安全跟給人民安心 你的立場要堅定啊 我立場非常堅定 如果說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 對 因為你2014年你副市長的時候 你也相當清楚核四的狀況 核四那時候為什麼會由馬英九來宣布 齁 停止運轉 就是當初發生相關的事件嘛 所以他是一個拼裝車非常的不安全 那你那時候是核安小組的主委 你也很清楚齁 那你是副市長任內 你也講過 你那時候立場非常的清楚堅定 你說絕不允許低間核廢 核一核二要準時除役 你在市長候選的時候 你也說沒有能力處理 就不要想用核電 這都你說的啊 好 再來2019年8月21號 你說核四是個假議題 那這個目前屬於停役的狀態 若要重啟 將會花很多錢 那個時候你為什麼會講這個 因為韓國瑜他們永和派 因為你後腳嘛 所以你那時候四兩波千金 你就認為說大家不要再給我造成 你這個新北市長困擾 市長對不對 我沒有困擾 沒有核安 結果沒有核電 市長我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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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同馬英九現在提起的 重啟商轉核四 他現在也算是扯你後腿喔 你支持他的提議嗎 還有8月28號已經成案的這一案的公投 市長你同意或不同意 這個立場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這個公投是人民自由意識的表達 我都尊重人民的選擇 但是你做一個市長 尤其你又是新北市長 面對核一核二 現在馬英九又要說重啟核四 你的態度跟立場 你要讓人民安心帶給人民安全 逃命圈30公里 全北部會全部會怎麼樣 你應該也很清楚啦 所以市長面對已經成案的這個 中國國民黨提的公投案 你同意還是不同意 我現在我跟議員報告 我現在最討論的 就是核會之後 把我放40年都把我處理 市長 市長 市長是這個最討論 市長 市長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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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重人民的權利的選擇 那你自己咧 你現在那麼服裝 我自己趕快把我放好之後 趕快中央給我處理好最重要 中央給我處理 我自己在那裡 沒好 好來謝謝 來請廖宜坤 市長 請廖宜坤 真的感謝你 讓我們成立這個青年這個局 這大家都拜託嗎 從我 就任以來 就一直提案說 就是我們要爭取這青年 青年事務局 就是青年局 那當然包含了 很多的年輕的議員 甚至我們資深議員 都讚同這個 那今天很高興 能聽到說 您當場承諾 在明年要設立這個 並編列1.3億的預算 但是呢 在過去啊 其實我們有跟其他縣市 有成立這青年局的 往往遇到一個問題 他們都會遇到 跨局處的問題 很多的東西 它其實是分佈在不同的局處 那要是您是 假設您擔任這個 青年事務局的局長 你要怎麼樣去協助 這些年輕人 解決這跨局處的問題 這是很重要的 那是你 你是不是要怎麼做 我現在做市長 就是在跨局處整合啊 要怎麼整合 例如一些是 金發局的問題 一些是 我們可能研考啊 觀光旅遊局 扣寧環保局 很多不同樣的地方的局處的問題 那要怎麼解決 所以齁 就我來講 為什麼要成立一個 專責的青年局 就不要把那些業務都靠在那裡 最強的 青年局來做 這一個跨局處整合 變成一個專屬機構 那如果在青年局 再協調更上位了 我一定有一個專責的 副秘司長 跟副市長 會把各級處 青年局沒有辦法解決 需要它整合了 會再拉到上面解決 但是青年局現在可以把各局處 所有的業務 只要跟青年局有關 可以拉回來的全部先拉回來 就不需要各單位去各自幫忙嘛 對 所以要不兩個層次來控 因為很多的 很多的青年朋友 他們在找這個東西 不知道找哪個局 今天找青年局 希望說把一次 只要我的對話參考 只要是青年局 就可以幫我解決所有事 這是本席強烈要要求的 不要讓我們所有的青年朋友 來找青年局 我還要去找跨局處的去處理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說其他的縣市都面臨的問題 我希望說在市長你們的英明領導之下 可以把這個問題一次把它解決 好不好 好 謝謝局長 同年我要特別感謝局長 在我們樹林的這個 市長的行動治理的會議上 感謝你幫我們保安市長 來爭取這個建設的經費 我是建設去看看 我知道一千萬嘛 對嗎 可以去看 這可以去 我們要感謝金發局 我們要感謝金發局 幫我們倒三天 希望說在明年 把這個半個保安市場把它做起來 因為這是我們 我盡量做一話 我對市長才有感情 對啊 主要他現在都因為李姐姐 我都在議事長支持 我都盡量支持 局長也知道 局長應該掌握很多資訊 在過去我們一起努力之下 把土地解決了 消防法規跟公務局的 等等的規定 我們都已經解決了 現在就只差經費而已 所以說感謝市長 你剛剛承諾幫我們解決 沒有啦 你這次認真啦 你都要跟我們問我 我就盡量做了 謝謝 共同法院這也是你的功能 沒有啦 大家認真啦 謝謝 第二項就是 我拜託人 我要感謝那個 公務局養工處 跟我們的那個承鄉局 其實在我們的老街 人行道的方面 其實他們盡了很大的力量 那也要感謝市府 把我們老街這部分 納入在我們三英文創的一部分 可是呢 現在有一些問題 可能要麻煩您趕快來解決 因為我知道 要設計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呢 我們現在面臨很多的交通的問題 尤其是在我們的玉英街 跟尖山補路 靠近我們 鷹哥國小 國中這一段 很容易發生車禍 尤其是下雨天 所以說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在這一塊 有關鋪色柏油 因為我們那天好像有講過 好像要鋪色柏油 好像鋪色柏油 是不是可以趕快來處理 而不要一直拖了 因為喔 很多的民眾在陳情 他們只要遇到下雨天 就經常看人沒辦法 經常看人沒辦法 這個喔 今天只是輕微摔傷沒關係 要是今天摔死的人 摔死的人 他又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這樣是真的很好 所以要再次拜託 我們的公務局跟陳香局 趕快來努力 我相信市長 你們這邊應該會很有效率 趕快把這個解決 因為在過去的努力之下 我們公務局跟陳香局 其實都很努力在解決這一塊 所以說這一方面 拜託我們的公務局局長 跟陳香局局長 那接下來還有市長 我之前幫你拜託一下 我們的長福地下停車場 長福地下停車場 能夠解決我們三峽市區的交通問題 那在上一個會期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市長也承諾我會全力來配合 那也要感謝我們交通局 我們中局長跟他的科長 我們的陳科長 到現在都一直有在推動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未來可能會面臨到方案的選擇 跟那個地幕可能要變動的問題 到時候要拜託市長 要跟他們兩個叫交代一下 如果用地要變更的話 可能要速度要催快一點 因為我們要提上去 然後我們的前瞻計畫的排列順序 可以把它排前一點 這樣比較有機會去爭取到預算 我相信一陣子過去 我們都有說 你有夠大贏就都有做 我真的也感謝你 但是呢 如果有很多的感謝 我們需要共同黨來打拚 今天呢 說到這裡 我哪會已經掃聲 因為這麥克風我爸 這樣就好 好來 請那個林國淳議員 好 郭政議員謝謝 為了要跟市長跟各位夥伴在一起 我們早上議員有很多四點多 我五點半來簽到第八號 可見了 這個市長的魅力大家都想見你 很多人問不到你的一些意見 但是我知道新北市政府很辛苦 因為人超過四百萬 那每一年人口再增加 其他縣市再減少 這也是為什麼安居樂業 獲得很好的回響 全國各地方的人 包括國外回來的人 都想住在新北市 當然啦 事會案件跟警察局局長的遺棄 一定會發生 只是我們把傷害降到最低 但是我今天很不幸的是 因為 有些過去發生 重大災害的家屬跟我們反應 所以我今天有一個訊息 要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說 因為 大家大概知道 我們在八千城報的時候 新北市政府花了很多的精神 當時總共也有十五死四百八十四個受傷 當然後來捷運事件也四死二十四受傷 我們新北市幾乎挨家挨戶的去 今天看到 裡面有些網路上面的宣傳 我覺得對新北市政府很不公平 對這些被害者的家屬也很不公平 其實社會局包括我們這一次的太魯閣事件 你看我們總共在我們新北市 有十四個死亡 有七十幾個受傷 總共是一百七十幾位 那新北市政府緊急應變的小組 我相信包括我們社會局 衛生局 消防局 各局處的都啟動了一級的災難的救助協助 民政局 挨家挨戶 我看到真的很感動 我們頒不上什麼忙 但是在網路裡面竟然有看到說 說我們這個八千城報 你像我們八千城報當初 我們新北市政府挨家挨戶的去協助 然後還成立了一個專戶以外呢 高雄的上款 好朋友看到我 我還親自帶著一百萬到高雄去捐助給高雄市政府 一百萬 八千城報也是一百萬 因為很多朋友知道我們能力有限 但是有朋友希望有這個善心 所以我們把這個款項捐出去 八千城報也是這樣捐出去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是網路裡面在攻擊新北市政府 當然有些受債務提供一個訊息給我說 這個跟他們所講的不一樣 那你不一樣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新北市政府也應該有什麼的動作 有什麼作為 我們除了宣誓給大家知道以後 網路裡面網路無國界 有很多人誤信了 誤認了 然後對我們新北市政府造成了很多的傷害 當然對被害者的家屬也造成了傷害 所以你看包括每一年在慰問每一年包括我們的社會助長也有優先讓這些受傷者入住 市長也去 我們很多議員都去 這代表事情發生了不是第一時間就慰問解決 是後續的才更多的事情 所以捷運的事件還有很多心理的創傷的 有包括心理輔導的心理醫生的協助的 馬上5月21馬上就要到了 我每一年要提醒大家 提醒我們新北市政府 這個不是一般的意外 而是永遠心裡的痛 這個跟台北市捷運公司一樣的道理 它一定要有一個後續的協助輔導的機制 社會局 衛生局都有在做 所以我看了裡面的內容以外 有家屬就跟我們反應了 這跟裡面所寫的完完全全不一樣 我們是心裡很痛 但是我們不希望說任何事件都把它倒為是政治的事件 那對我們新北市政府是很不公平的 這裡面討論很多 我相信撲文的人 他一定是站在政治的立場去撲文 但是這傷害了很多被害人的家屬 還有新北市政府的感情 包括我們也很多議員都在關心 這個輔導協助的這些動作 所以社會局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現在很感動的是說 民政局也是針對整個案子 因為新北市人都發生的事情 雖然不在我們的轄內 但是我們將心比心 希望說我們日後真的類似的情況 尤其我們新北市政府 針對不實的這些謠言 今天如果說 因為我很少要去講政治的事情 今天如果說真的想要去打擊新北市政府 你用政治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就用政治的方式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就直接這個檢舉舉發呢 是不是 舉發說這個為什麼這樣要打擊我們新北市政府 惡意的謠言 是不是警察局要啟動什麼機制 讓我們所有的社會 活在我們中華民國這塊土地上的人 不要狹怨報復 或者是用政治的心理去評斷每一件事情 這樣我們生活起來也很痛苦 我相信他也很痛苦 但是我們發現這個事實以後 希望我們市政府給大家一個意見 我會交給社會局 我們很多家屬看了信息以後 覺得這個跟實際上他們所受的心理的感受不一樣 他們很感謝我們新北市政府 對他們的協助 在這裡也提出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謝謝各位 來請張錦豪 張宇遠 請市長 市長辛苦了 市長 剛剛有聽到說您要成立青年局 那本席也是肯定 但是呢明年要選舉的 你今年要成立青年局 免不了一些擔心 選舉的時候 你才要成立青年的組織 青年局 為青年發聲 免不了這些青年 會不會成為你的網軍 會不會成為你未來要參選候選人 新北市議員的候選人 所以在這裡也是要鄭重的 我們還要強力的監督 會不會在這個青年事務局裡面 未來會有新北市政府的 派出來的議員候選人 或是成為新北市政府的網軍 可不可以承諾一下 這樣子 因為現在還在零點當中 人類是誰也都不知道 不過你善意的提醒 我會去注意 好不好 這個部分不要淪為選舉操作的工具 不會了 不過你善意的提醒 我都會注意 善意的提醒 我們可以去注意這些事情 那這個部分 要請市長 還有各位局處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也不要成為像柯文哲一樣 寄生立法院 把一些青年組織放在新北市政府來養 拜託一下 那再來 兩位局長請回 大家都知道 新北市三環三線 是朱立倫市長提出來的政見 好不容易選上了 票也騙走了 結果 系指留下什麼 交通堵塞 那您的市長政見 也說三環六線 目前系指捷運 目前還是在停滯中 希望七月可以送中的規劃 對吧 希望 我現在請禮婦 其實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為系東線 我現在沒有叫系民線了 我都叫系東線了 現在系東線 我只要碰到部長 碰到王國才次長 幾乎我常常跟王次長打電話 因為系東線 還有包括基隆前 是要併在一塊 所以基隆前要跟我們系東線整合 對來說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市長 所以我很急 我是 大家都很急 但是不要一片再騙 因為你告訴大家說 渴望今年動工 又渴望明年動工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等核定之後到動工 那要好幾年的事情 我也希望你馬上就動工 但是不可能 所以你不要再騙了 因為大家很期待 大家會有落空 好的 我也沒有要你馬上承諾什麼 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 系子現在留下什麼 第一個水肥 第二個塞車 現在系子就是這樣啊 我們環保局長之前告訴大家 什麼 水肥要設在蘆洲跟系子 有沒有跟我溝通 我們是看到其他議員 PO在社群網站 才知道說 原來系子也有水肥的投注站 對我們情何以堪 人家選民來問我們 我們還說 沒有耶 系子沒聽說 結果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有 而且是先斬後奏 你們已經做好投注口 在那裡 才告訴我們說 就是要五月就要做下去了 完全沒有味道 而且交通評估都好像都已經做好了 對我們情何以堪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 稍微解釋一下 是我還是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從去年的這個事件之後 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這種問題 水肥的問題 新北市產生 就要新北市面對 那我想說 基於這樣的理由 我們初步就把所有的污水下道 系統的這些管線 包括你的整個場站 我們去做一個評估了 沒關係啦 局長這個之後我們再討論 今天時間短暫 市長 另外一間啊 局長請回 家裡大龍現在在系指長安段 當初我們決標給他 我們為什麼要決標給他 因為那個土地 那個國有的綠地 我們是要提供一個優惠 給一個有競爭力的 或是一個藝文團體 或是一個可以拉台 周遭產業升級的一個企業來進駐 不然那塊國有地幹嘛拿出來承租 本來就是啊 你本來就是一塊國有地 你給他灌農機率 給他優惠 給他那麼多的 大家都想要來搶標 結果後來得標的是誰 家裡大龍 家裡大龍是誰 之前被員工抗議過 他是血汗企業 他自己 這個新聞都有 不用再重複了 再來 他壟斷市場 他是目前全台灣最大的一個物流業 再來 造成細節塞車問題 有沒有評估過 再來 家裡物流 他自己的網站上面就寫了 2008年香港家裡物流聯網 入資以來 我們簡單去Google 2008家裡物流聯網 是誰 下一頁 他就是配合中共一帶一路 發展重點 後面整個都是政協 下一頁 這個時間有限 我簡單跟市長報告一下 他們後面是郭赫年集團 政協委員 然後郭孔成也是政協委員 然後他們董事長叫洪靖南 他1998年一直到擔任了大概八年左右的一個政協 整個家族就有三位是政協 全國人大的政協是什麼 配合中共發展策略的一環 那這個是國安問題耶 你把一個系子最精華的一個土地 一個國有的綠地 用一個很優惠 把他灌的容積灌到三百多 然後出租出去 結果後來是誰 對地方沒有幫助的一個物流業網 對地方情何以康 而且最重要 大家遇到我都跟我講什麼 系子已經夠塞了 捷運沒有進來 你還一直把這些險惡設施塞進來 水肥塞進來 像這個物流業者塞進來 他本來在系子就有一個廠了 結果你還讓他 用一個便宜的地方租給他 對系子人情何以康 好下一頁 另外喔 拍謝 那個警察局長 這個是我昨天在網路上 有一些被霸凌的 就像梅建設指揮方便梅三小路用的議員 然後我還上去留言說 感謝您的誇獎 結果一個假帳號 那個假帳號還跟我說腦子綠的 腦袋就喊明話了 像這個網路霸凌 可不可以拜託市長 局長重視一下 來來來 他跟你說 這個問題我們當然要重視 因為不可在網路隨便毀謀人 但是臉書 臉書是外國公司 我們要氣吻跟他要資料 請你貴整理院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市長 市長今天早上六點不到 我就來這邊排隊登記 你不是常常 我來排隊登記就是問你水肥的事情 市長請教你 你是哪時候知道說 要在蘆洲設這個水肥投入站的 其實我都尊重 我問你哪時候知道 要在蘆洲設這個水肥投入站 我想我知道一段時間了吧 三月份還是二月份 我忘了詳細時間 因為資源太多了 不會去盡量詳細時間 大概三月中的時候 環保局一位專委來找我 然後他是來跟我告知 他不是來跟我討論 他跟我告知說 要在蘆洲跟汐止 設這個水肥的投入站 那對我們來講 當地議員當然沒辦法去接受嘛 那其實我也跟這個專委講 你回去要跟你們局長講 我身為在地的議員我反對 我當然知道說 要來解決新北市水肥的問題 但是我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要設在蘆洲跟汐止 這整個都是黑箱作業 我請你們這個回去 把這個詳細規劃的報告給我 到現在從三月中到現在 一個月時間了 我沒有收到任何的規劃報告 而且市長 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 只有一位環保局的專委 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站在你旁邊的兩位局長 到現在水肥投入站 都已經決標了 四月底要動工了 沒有任何一位局長 來跟我 包含我還有在地的 所有的議員做說明 也沒有到任何到地方 開任何的說明會 局長 市長 啊這個是你 你的市府的同仁是這樣子的嗎 是這樣子跟地方來做溝通 來做說明的嗎 市長 我要聽市長的答覆 要聽我的 我要聽市長的答覆 那這兩位局長不跟我溝通啊 不會啦我想兩位局長還是很誠意 會跟您溝通的啦 完全沒有任何一通電話 其實從 我想問市長的態度 是不是就是確定要在爐州跟汐止來做水肥投入站了 好我先請環保局回答 我不用 局長 不用 那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時間很寶貴 我一切以專業的評估為主 難道我們會跟地方不斷的溝通跟協調 好 你說溝通跟協調 完全沒有到地方來開說明會 市長知道嗎 完全沒有到地方來開說明會 完全都沒有 你們是採用各個擊破的方式 而且是到議員的服務處就是告知說要做了 這不是叫溝通 是 我來這邊補充跟議員報告 就說目前來講 專業的評估報告是什麼 其實我們要請我們在地的 局長 你不用來溝通 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你完全沒有講話 你完全沒有來做溝通 市長 我就是要你所謂的專業的評估報告 完全都沒有啊 為什麼這麼多的解留站 一定要選汐止 選爐州 完全都沒有啊 市長 局長不用回答 我有聽過他們的整個專業的評估 對我沒有啊 我們在地的議員都沒有啊 在地的居民都沒有啊 在地的居民都沒有啊 所以我要求是不是 能夠到地方來做一個說明會 帶著鋼筷都要來做說明會 這樣子 其實我也一直要求環保局 市長就是給我一個承諾 到地方來做說明會 既然你們要做了 就勇敢的到地方來做說明會 好不好 市長我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這個專業評估報告我聽過啦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盧州 為什麼沒有選擇在巴黎 大家都很關心嘛 那根據我的了解 因為那個投入站 投入機以後是沒有錯位 而且在我們的污水車站裡面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也知道 但是我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二十幾個節流站 市長我這個都知道 我現在只是要求 用污水管去衝 能不能在地方開一個說明會 市長我知道啦 這個東西我知道 這是一個專業的報告 不要再像我這邊所寫的啊 水肥不溝通 民意如糞土 市長我這邊還是要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從之前到現在 我們在地都有這個相關的同事做說明 我說你不用補充說明 我只要市長答覆說 能不能帶著鋼盔 請你的局所首長來地方開一個說明會 這是一個最卑微的一個要求啊 其實很久 我們都一直在地同區長到 在地的所有的里長以及我們青水隊 都不斷的溝通啦 里長也是後來才知道啊 能不能這樣代議還是市長 一開始就有溝通了啦 沒有啊 沒有來溝通啊 市長啊 水能載舟 水肥能復舟 你現在雖然民意支持度很高 但是不要因為水肥這件事情 因小失大 你要到地方來做溝通 最卑微的最起碼要求可不可以做到 我們要繼續溝通好不好 不是啊 繼續溝通就是在地方上做溝通嘛 第二個 我是希望要求 巴黎的污水的這個設備能夠提升 這個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中間沒有預算給我啊 你要提預算啊 我去提了啊 你有沒有提預算 有啊 都有提了啊 不要說提了預算 然後說不清楚 那就說是重要的事情 巴黎的污水下水到 第三件事情 要求市長 不能無限期把這個水肥投入站設在爐洲可不可以承諾 如果你要做了 局長你不用打 市長可不可以承諾不能無條件的把這個水肥投入站設在爐洲 爐洲當地的污水借管率這麼高 或是當巴黎的這個設備 這個已經完成之後 是不是可以做個承諾 這樣子啦 這樣子啦 我們會盡量來幫助爐洲會做一個滾動式的檢討來協助他們 好不好 好 謝謝 請何博和議員 市長 完全掉到地方來開說明會 好啦 按下去 那個市長 這個成立青年局這個部分 我想我也非常肯定成立青年局 因為青年是國家未來希望國家未來動良 可是這個政策 從過去朱立倫時代其實議會就在提 一直到你上任之後 很多議員每天在講啊 成立青年局 可是你不管怎麼問 不管我們怎麼說啊 你就是推給研考會 推給教育局 推給這個新聞局 推給各局數單位 然後說最後副秘書長可以總結 結果你今天終於開竅了 我也願意給你肯定 但是我是擔心啦 到明年成立啊 你這個成立青年局啊 會不會真的是 明年成立 然後變成一個選舉話題 然後變成一個選舉話題 為了要市長創官票 然後繼續下一步衝這個總統啊 這個你17點未免掐得太好了吧 市長 謝謝 對 青年級再來的17點 只要成熟了我們就成立 我是覺得喔 明年這個17點喔 對你來講當然是一個大力多啦 我可以教你一句口號宣傳 朱立倫做不到的 我侯友宜來做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一個宣傳啦 否則過去 每次一直叫你成立都不成立 這麼多的這個青年人口你不成立 然後偏偏在明年才成立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這個部分總之有成立總之好事啦 這個市長我想請教你喔 我們你過去也是警察出身喔 這個如果我們遇到當街搶劫 一定是列為重大刑犯嘛對不對 搶銀行這個搶劫應該列為 這個重大刑犯來辦對不對 那搶什麼東西 搶銀行啊 搶錢啊 搶銀行當然是重大刑犯 重大刑犯對不對 所以這個這個東西你過去當刑警的時候 當警察的時候一定是研辦嘛對不對 人民當然不能搶劫 政府可不可以搶劫 政府可不可以搶劫 政府可不可以搶劫可以是不是 政府用什麼方式搶 喔用什麼方式搶 搶得合理就可以是不是 我不是啊 我沒有聽過政府搶 什麼叫用什麼方式搶 政府用什麼方式 政府可以用搶這兩個字呢 那我告訴你政府用什麼方式搶 政府怎麼會用搶這兩個字呢 我告訴你政府用什麼方式搶 政府怎麼會用搶這兩個字呢 我們看一下喔 市長我們上個會期啊 通過新北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的這個 那個自治條例 這個部分明文規定喔 你要有接污水下水道系統的用戶 才可以徵收你使用費 這個很清楚吧 好 市長 你知道最近啊 接到一連串的這個陳情 市長 我們喔 如果沒有辦法用這個自治條例給人家徵收 就不能去徵收 政府除了說 法律規定的稅法規費可以徵收之外 那個局長你下去喔 這個 不要浪費我時間 我最近接到很多的這個陳情 人民的荷包四大 污水下水道喔 這個人 他明明簽了 他不接這個污水下水道 確實他也沒有接 結果呢 被收710塊 一年要收4260元 你再看下一張 這個樣 被市府超收一年 要6270塊 這個我想請教市長 我們徵收這個下水道 是接了污水管 之後我們要必須使用者附會 我如果沒有被接管 為什麼我要繳這個錢 市長 這個不是一件兩件耶 因為你只有六分鐘 你如果給我六百分鐘 我就可以舉一百件給你看 這個情況這麼嚴重 這個算不算政府搶錢 我可以這樣子齁 水利息就這一個部分 如果有弄錯的 就要自面來跟這些 操縮的受惠者 不但要跟這個 要給人家做一個道歉 這個不是說水利局如果有弄錯 我要回去查嘛 我要回去查一下嘛 市長 包括各大板橋的網站 包括議員 我相信也不只 只有我介紹這樣陳情 是因為我說真的 你選這個水利教育 因為他的專業 其實我是肯定的 謝謝 但是我說整個市府 缺錢缺到荒了啦 別人家說 我們上個會期 通過這個 快點去搖 你要搖人民的錢 我也沒意見 但是不能用搶的 搶的就是違反嘛 所以我就說 這是怎麼搶錢 不可以做不對 那不是搶的 做不對 做不對就不好 我是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接管都是用水單去對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制 只要民眾有資料 我們馬上去查 查完下個月水單就會退滿 市長我是勸你不要回答 市長你回去 市長我對你 你就回去就對了 市長 市長 我今天我還要收到水費 我要自己去查 不是啦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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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實際基層民眾感受到的生活 實際民眾的心聲 你或許聽不到高高在上 因為你現在要挑戰朱立倫 要更希望更往上 但重點是 基層民意的聲音你要聽得到啊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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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如果你說要退貝 當然 當然 你必須退貝的不是要人去查 當然 你不要想起我們去查 第一次查清楚嘛 所以你這次是民生分證 當然很重要 這人民的小數是大事 很重要 所以願不查自己 主導會 我們今年把第一次 我們自己用普他 沒有啦 孫子爹也是愛子啦 沒有啦 孫子爹也是愛子 兩個管道嘛 兩個管道 好不好 兩個管道 兩個管道來找啦 好 市長好 市長好 在2019年的10月 有眾多的議員 我們一起提案成立青年局 那感謝市長 在今天的施政報告 獲得您友善的回應 謝謝市長 那我們在明年也將成立青年局 市長 但在2019年7月 您在媒體專訪的時候 提出新北市2030的願景城市 而且提出了六大面向的 創新做法 但在專訪裡面 你沒有提到太多的細節 以市長您的說法是我們將在2020年6月之前 一步一步為這個新北友好事規劃出十年的願景 在這個之後您就不曾再提過其中的細節 即便有提到也只是籠統說了新美學新創生的這個概括性的說法 而去年底不論是遠見高峰會還是12月年的粉磚上面放上了影片 只有提到五股垃圾山新裝三重板心的生活三軸心或是三環六線 以都市再造為主針對硬體還有環境的政策推動 而且終於在110年的施政計畫裡面 市政府提出了六大願景的具體內容 其中針對原住民的政策呢 我跟我的團隊已經整理好了 大致上來看我必須要說 need to be improved 有待加強啦 在六大願景的109個西項裡面 有七個內容跟原住民政策是相關的 而這七個內容本來就在做或原本應該做 唯一沒有動靜的就是原住民族的天使基金 而天使基金卻是侯市長您在競選的時候提出來的選舉政見 桃園市政府已經分年度以撥補預算的方式 從107年就已經成立了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而新北市目前呢就像司馬文森上面寫的一樣 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樓 市長可不可以請您就新北市原住民族天使基金的規劃 做一個說明有沒有具體的基金成立的時程 市長 這今年要編列啊 今年要編列了 所以我在今年的預算書可以看到 那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可以具體的表示嗎 然後請文明舉舉舉 這個有交代今年要編列 那個市長 這是您的市政報告 我想您的市政報告 您應該胸有成竹 是不是能夠請市長說明一下 好 最主要我們在天使基金裡面 我們變的是創業的方式 那我們最基本上變了將近兩百萬以上 兩百萬以上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一個大概一個數目 因為有很多的小細節 大概要怎麼做 可能編列民旗會比較清楚 不過天使基金 先謝謝議員黨安警官辛勞 今年把它做出來 議帥也希望你支持 更重要能夠實際落實上 我們的原住民在青年這個部分的創業上 可以給他們鼓勵一下 謝謝市長 而今年的二月二十六號 市政府召開了第一次的族群文化會議 那在這個會議上市長您聽到了 市政府在原住民政策的重點 其中第一項就是完成族群領導人的推舉 還有辦理各個族群的文化活動 但從108年的6月 我就推動了族群領導人的法制化到現在 近兩年的時間過去了 扣除修法的時間也有一年多 到現在依然只有少數幾個族群的領導人完成推舉 而今年各族群的這個歲時計 時間又快到了 比如說布農族的達爾記 案例又要在5月就來辦理 而原民局今年度的補助要點 卻還沒有公告 那原民局的110年度的施政計畫中 把我們原住民族的歲時計活動 列為市政府的施政重點 而且編列的預算足足有1270萬 幾千兩百七十萬啊 但沒有族群領導人 沒有獎補助要點 而京北市的歲時計 一定勢必要停擺 市長你常講我們要並肩作戰 但目前你只有預算 你沒有將軍 你也沒有士兵 甚至連作戰的計畫作戰的方略都沒有 市長請問如何作戰 這樣子啦 謝謝你關心各族群的領導人的推擠的進度 其各族領導人的推擠的進度一直在進行當中 像排灣族 阿美族 烏來區領導人11個 烏來區是透過部落會議 排灣族是因為本席在 然後結果阿美族他要選三十幾縣子選五席 您的局長在粉飾太平市長 謝謝你的幫忙 那部落族跟太亞族以達成共識 五月份要選舉跟共識方式來產生 那所以其他各族群大概今年底都會完成領導人的推擠作業 至於四月底前 整個歲時期的文化活動的規劃的補貼計畫 在四月底之前就 就喊給大家一個補助計畫 市長請問您什麼時候能夠公告獎補助的要點 獎補助要點 跟議員報告 我們會採用補助計畫的方式 所以要點公告了沒啦 我們會在四月底以前喊頒補助計畫 提供給各族群來受領請 所以四月底前就公告了 對 會要重申補助計畫 謝謝議員 謝謝市長 最後我還要請問市長 在六大願景中關於原住民政策的項目 可不可以請市政府團隊在一個禮拜內提供相關的書面資料 提供給四位原住民級的議員 請主席才是 我把這六大不管是新年節新美學新創生新領導新七世 包括新住民 跟原住民有關係的 我要請原民集團會者 來提供給你們 好 那請市府再辦 來 好 謝謝各位合作 休息到四點半